空拍機緩緩升空 可以看到在花蓮酌西鄉 青巴通關古道東段 海拔兩千五百公尺左右的地方 有一片原始的巨木森林 這片森林東西寬約一公里 南北長八百公尺 面積大約有一公頃 而且整座森林都是超大的巨木 就是它 它其實是 独障性非常高的森林 它除了台灣山以外 就是檜木啊 然後雲山啊 然後就你可以想像的 台灣針葉樹跟扣葉樹比較高海拔 因為這邊大概兩千七到兩千五左右 的巨樹就是這邊都非常多 而且就是都很大 林業試驗所的助理研究員徐家軍說 在今年農曆年期間 組了一支五人的巨木探勘小隊 從馬駁橫段切近青巴通關古道 七天走了將近八十公里 上上下下的高層超過一萬兩千公尺 二月六號依照空載光達的資料 抵達這處巨木森林 探勘小隊跟在三個坐標點 發現最高六十四公尺的三棵巨木 是一百多年前就是它其實是國定古蹟 然後它跟我們的就是歷史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它其實在這個地方 它的自然生態也保存得非常好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台灣是一個 其實文化跟自然都非常豐富的島嶼 徐家軍表示在2007年就曾聽聞 幫通關古道有十二人無法核報的巨木 經過多年籌劃總算順利巡獲 他也說其實這裡還有許多巨木 但受限時間跟科技無法觀測出最準確的數據 未來還會繼續努力 也是新聞綜合報導